HELLO 各位 Camry 的車友們,大家下午午安 今天要跟大家做分享的車款是 Camry 然後這台算是6代的2.4 那今天要做的工作就是把避震器升級成 KT 道路版的避震器 這個是後面 後面的避震器 KT 的話也有附上座 就是一個總層件 那現在師傅在安裝的地方就是延長調整的機構 Camry 的話它的後面的上座 調整軟硬的地方是在後杖板裡面 所以一般的設計要調整軟硬的時候 它的後杖板後椅背是需要拆開的才可以做調整 但是有了這個延長調整機構之後 就不用再先預備了,就直接可以調整了 相當的方便 從這個地方它會延伸出來在後杖板的上方 順時針畫變硬,逆時針變軟 所以這個是 KT 為了 Camry 的車系 從 4 代 5 代 6 代 7 代都是這樣的設計 但 8 代進口款之後它的底盤結構不一樣 已經改成 TNG 的底盤了 已經改 TNG 的底盤了 所以就可以不用用這樣的機構了 剛剛看的是後面的避震器 那原廠的避震器呢 在這裡 車主的話 因為有一隻 車友有一隻漏油 這個是左後方的避震器已經漏油 所以太換的當下 就換成 KT 道路版的避震器 那其餘的零件 其實都還是維持原廠的 像這個旅圈也是原廠2155 時系的規格 所以就單純是避震器壞掉 來太換成一整套的 但換 KT 的 Camry 的車系 有一個最棒的好處就是 KT 的前面的上座 不需要沿用 後面的話也不需要沿用 因為像這樣 6 代 6.5 代 其實車齡有的比較早期的 都差不多有10年的車齡了 那有的里程數比較高 有的車齡比較久 上座的話其實也都有幾乎快損壞的狀況 那如果沿用原廠上座的話 就有可能裝上去的話 也許有可能有硬的狀況 就很難釐清說 是原廠上座有異常 或者是 KT 避震器有異常 或者是安裝上哪裡有異常 所以 KT 的話 就前後上座我們都有附新品 在即時拆裝上來說 也會比較簡單 因為不用再壓縮彈簧 把原廠的上座把它拆下來 那原廠上座拆下來 像 Camero 的話 這個的話 如果萬一有組裝上有失誤的話 又有容易有風險 所以改 KT 的話呢 這些的問題都不會發生 因為我們就有附上座啦 師傅只要很簡單的 把高低度把它調好 就可以上車了 這台是2.4的 那我自己也很喜歡這一台 不過我喜歡的是3.5V6那一顆的引擎 因為動力的話相當相當的線性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後面好了 因為後面的內部的話 師傅已經快安裝好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後面 剛剛所提到過的原廠調整機構呢 就是這個 那因為如果一般的話呢 沒有這個機構呢 就需要把這個椅背把它拆開呢 才有辦法從這個地方來調整阻尼 但是 KT 的話 他有附一個延長調整機構 所以從這裡的話呢 就能夠做阻尼的調整 相當的方便 那我們來看一下後面的機構設計 這一款世代的話 後面都還 前後都還是維持麥花城的系統 但是呢 它的避震器的結構呢 在操控上的話 反應是比較直接 所以後面的彈簧呢 如果配上直捲彈簧的話 它的乘坐感的話 就比較不能夠兼顧到舒適的部分 所以KT為了Camry的車系呢 後面的話 你看打了這麼大捲的一個彈簧 這個外勁OD的話呢 幾乎跟原廠差不多一樣大 所以它的舒適度的話呢 也有辦法兼備 那除了高低 軟硬都能調整 那像這樣的彈簧呢 也都是為了這台車所開發設計的 所以在乘坐感上的話呢 就比較能夠全面性的兼備 那當然了 現在很多 避震器台灣的廠牌很競爭 這些的話 油管固定架 ABS感應線的這些固定位置呢 這個當然都是必備的 要維持原廠的位置 那這裡有一個離載串的固定點 這個也都是照原廠的位置一樣 都沿用原廠離載串就可以了 不用再多花錢改成短的 或改成強化的 這些都依照原廠的規格就可以了 那後面調整車高的部分呢 它調整車高的方式比較簡單 是靠桶生的長短來改變車高 所以我們如果把這個托盤呢 把它懸鬆之後 藍色的腳管往下延伸 它的長度變長 那車高就變高 那相反的長度變短 車高就變低 今天的車高預計大概 車友要降的幅度蠻大的 前面的話會做到一指半左右 後面的話大概維持兩指幅到兩指半 所以車高等一下降低下來之後呢 就會好看很多 那這樣的懸吊系統 它的設計呢 並不是靠B彈簧來改變車高 所以它調高跟調低呢 都是靠桶生相對的位置來改變 所以它的調長或調短的乘坐感覺 其實是差異不了很多的 那用料的部分呢 這個就是KT比較用心的地方 主尼友的部分 我們所使用的主尼友 是義大利IP的主尼友 那油封的部分所選用的是 日本NO客的油封 那前面的話呢 像這台車呢 前面是有附上座的 上座的軸層呢 我們所使用的呢 就是日本KOYO的軸層 都是日製的軸層 它的前面的話比較單純 我們把引擎室打開 從這個地方呢 就能看得到上座 這個就是KT所附的 全新的上座 從這個地方呢 就能夠調整主尼了 那主尼要怎麼調整 往順時針的話 它就變硬 內時針往S的方向呢 它就變軟 那調整的密訣的話呢 就是左右一定要對稱 前後的話呢 可以有落差沒有關係 這是前面上座的部分 那前面的話呢 2.0跟2.4 6代的話 2.0跟2.4的引擎呢 我們所配置的是 7公斤的彈簧 那如果是V6 3.5的引擎呢 我們所配置的彈簧公斤數呢 就拉高到8公斤 這裡的預留的空間還蠻多的 所以說 這台車呢 如果呢 要降低到輪胎 要降得很低的話 輪胎到S版切齊呢 也都沒有問題 所以這台車呢 我們能夠調高 最高能夠到原廠一樣高 最低的話 輪胎跟S版都還有辦法切齊 這台的話是2.4 年份的話好像是09年的樣子 09年的對 這一台是09年的 這邊也裝好了 前面都裝好了 但是這個托盤呢 等一下還要再微調 還沒有鎖緊 那現在只有剩下 剩下優厚還在安裝當中 那這台車呢 我們也有相近的車款 也可以提供給車友們 來做試乘 所以如果車友 CAMERA的車友 有需要試乘比較看看的話呢 請不用客氣 都跟我們聯絡 那如果車友們有問題的話 也很歡迎呢 現在在線上提出來 我們會立刻把鏡頭帶到 疑問的地方 我會立刻為大家做解答 前面的話這裡有離載串 這個的話固定點呢 都比照原廠的位置 所以離載串 就直接用原廠規格就可以了 前面的話是配置紙捲 後面的話是配大捲式的彈簧 RKD的話呢 目前都是維持單桶的設計 好的 那今天的直播呢 大概就到這裡了 如果車友們呢 有疑問的話不用客氣喔 再請跟資訊 或者是到我們KT的粉絲團 在FB呢打上KT Racing 就可以找到粉絲團 然後Youtube也有很多的 CAMERA相關安裝的影片呢 可以打KT Racing 然後空白 CAMERA就可以找得到很多直播的影片 可以給大家參考 但是直播的畫質都會稍微比較差一點點 OK 以上是今天KAMERA6代2400cc 安裝KT Racing 道路版避震器的分享 那謝謝大家 下次有機會安裝到KAMERA的話 再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謝謝 掰掰